现在天气越来越热 阳台上的虫子也是越来越多的 我又忍不住买了一些东西回来 自从阳台上种菜之后 经常收快递 各种买买买 现在连竹竿都买 这里春夏两个季节风大雨夜大 菜一定要擦根竹竿才行 这里面还送了一包种子 我买的这个竹竿是一米长 15毫米粗 这个用来搭茄子辣椒 秋葵之类的就够用了 我们这里也有地方砍竹竹 还是买一点方便一些 像前年的话就跑去砍了一些回来 现在宅在家里都不想动 越来越不想出门 夏天我是不准备种西红柿的 这个苗是自己长出来的 搭一下看一下能不能长起来 天气热了 我的茄子好像有点生病 前几天把叶子栽了好多 上个星期一也是蛮大的 风也大 我就用这种给它搭了一下 这次我直接买了50根竹竿回来 阳台上差不多就够用了 今天天气好看着又要下雨的样子 这里夏天雨水还是蛮多的 这一排一屋中了两颗 所以要插两根竹竿 这个西红柿也要插上一根 风太大也是会吹断的 之前的话就挂掉一颗 这一排下午才有太阳 我觉得这里的菜长得好一点 这个卡扣也是最近买的 就是用来菜跟竹竿固定的 这种的话也是可以重复使用塑料的 虫子太多还是多挂一点黄板上去 插上竹竿后更好挂一些 特别是瘸子最爱长红蜘蛛了 长了红蜘蛛叶子就黄 这块黄板上就沾了不少针锋和小黑飞 针锋是我阳台上最讨厌的虫子 没有之一 不防住它的话 夏天很难吃到瓜果 现在最好的方法就是挂黄板和透带 还有一种喷在瓶子上吸引针锋 我觉得那一种不太好 味道有点大 把别错的针锋都吸引过来了 会有更多瓜果遭殃 在这边